在东南亚老窝博丁经济特区的第284天 现在是老窝时间10点 室外气温22度 他俩的我才干脆醒 外面下雨了 给你们看看外面下雨了 而且雷声大驻 不知道哪里来传来的声音 远处下面这里 好像有些人在那边挖挖叫 真的是九岸风干路 从年前开始到现在 已经很久很久没下雨了 前天的时候有滴那么几滴 昨天也有那么稍微有一点想下雨 今天终于是下了 但是他娘的我肚子饿了 没法出门吃饭 还好家里有备了几桶 看师傅腾椒牛肉面 所以在家里面吃个泡面先 滴个肚子 现在是老窝时间11点半 外面下的雨终于停了 下过雨之后 感觉传来的空气都比较清新 远处那口岸也挺漂亮的 你们看远处那山上 那好像白云一样 刚刚那个超级VIP发来消息 说他的那个月租房 船店好像不太好睡 想去买个船店 接下来我准备前往 皇宫小时那边跟他会合一下 刚要出门 感谢VIP363号 他买了一张策马踏青楼卡 我想跟你们说的是 200亿张的策马踏青楼卡 目前只剩下我手上这么一小踏了 剩的不多了 如果有需要尽快购买 这就是这最后的这么一些卡 卖完之后 接下来 策马踏青楼卡 就会变成300亿张 所以还没有杂 如果你决定要来 就提早买 好了话不多说 我赶紧出门过去 跟那个超级VIP会合一下 现在我来到了楼下 可以看到我这个牛泊基尼船垫上面都已经是湿漉漉的 好像还会稍微的飘一点小水花 不管了 接下来请上我的牛泊基尼前往主街跟他会合了再说 三分钟时间我就来到了主街这边了 也到达了现场 接下来我们前往那个磅破山庄 看一下那个船垫 再次来到这个家居展示中心这边 我昨天来的时候看到有船垫 但是感觉有点薄 还好他这边上有这个厚一点的船垫 这个厚船垫的话还可以的 我们问了一下价格 那个厚的船垫要900 薄的船垫要400 也太贵了 这个地方买家具之类的 我们又跑到了这个阿叶家具电器这边来问一下价格 问了一下这边也是要900 说明就是摩丁这边的家居家具都差不多这个价格 也就是说都挺贵的 现在我们一堆人跑到这个重庆小面这边来吃饭 刚刚我们吃饱喝足了 他现在跑到这个他住的这里 让他换个船垫先 在路边遇到几个另外的VIP 现在我们三四个人跑到这边的一个按摩店这里来了 等他召唤祭司 刚开始按了一两分钟 然后网友就发了消息说他到口岸那边了 接下来马上器中逃跑 我前往口岸去把他接进来 经过了三五分钟之后我就来到了口岸这边了 现在我在我他位这边等他 我还以为他出来了 结果他还要排队去盖章什么的 口岸这边的中老年团也能挺多的 现在买了一瓶米莲达边喝边等 最后一个盖章的环节这么久的 我都已经在这边等半个小时了 还没出来 中国速度跟老挝速度果然差了很多 现在接到了其中三位 带他们去路住一下 他现在先搬下老挝卡了 我必什么等 我带着他们来到了明华国际大酒店这边了 现在几个人在前台这边帮你路住 VIP360卡马了一张车马踏青楼卡 我带着他们几个到这个重庆红辣椒饭店这边 然后还是点了那几样 蒜笼炒生菜 回锅肉 番茄炒蛋 老酸呀 我们一堆人在这边等上菜 现在我们五个人安完了 有点可惜的是什么 他这个店里面的最好看的那两个不在 他那样的 我带他们回酒店这边休息休息 现在是老挝时间4点50分 接下来我去办理别的事 现在我到了几座酒店这边了 把网友虚心的护照交给他 刚刚在无动楼上跟一位朋友聊了点事情 然后那个VIP 不 是超级VIP 第10号 他发来消息说他到了 接下来我过去去跟他碰个面 我到这边呢 把他接散了 我带他到这个香油来这边了 我们的老板娘都没在 我给他打了个语音 等他过来 现在在前台这边帮你录住 现在我们开好房间了 这个就是香油来100块钱的房间 你们感受一下 还可以 现在是老挝时间6点40分 我约了另外几个网友到这边来集合一下 网上一起吃个饭 吃完饭之后去逛街 我们一堆人跑到了这个香太广这边吃饭 现在我们吃饱喝足了 接下来赶紧出发去寻找中老 有余生华的老屋爱情跟越南爱情 现在我们几个人又逛到了越南风情这边来了 这里面今天晚上的人还是比较多的 这个好看 你们喜欢哪一双美腿 我们两个人跑到这个MC帕地街这边来了 然后坐着喝喝水啊什么的 现在我回到了家里面 接下来休息休息 感觉眼皮有点重 晚上8点半回到家里面 一躺下就混沉沉的睡过去了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明天见拜拜兄弟们 我们下期再见